在外國看報道,奶其實是很多人的產品 而且他們是不太好人的 他們很多時候是一些癌症的 所以我自己都不太喝奶 我是買子母奶的 看安全就OK 全脂的 因為小朋友不需要任何東西 全脂是最好的奶 大家都是喝脱脂的 美國、澳洲都OK 穩固點 都是做開內的牌子 牛奶之中的添加成份 本身會降低牛奶自己的營養價值 譬如也沒有添加的必要 當牛奶添加的數目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牛奶的含量相對就會減少了 也會影響了我們營養的吸收 譬如一些蛋白質 或者一些滋溶性的維他命 因為衛生署都建議 我們一歲以下就不適宜飲用全脂奶 一歲以上可以飲用全脂奶 五歲以上就可以飲用脫脂奶 但如果在這麼嬰幼兒的時候 可能一歲兩歲 很多媽媽都會覺得飲奶 或者奶的飲品 是一個很有營養的食物 但如果那些選擇了一些 毒素比較高的奶類製品的時候 反而嬰兒就未必吸收到 他嬰幼的營養 反而就會多了很多毒素在身體裡 亦都因為小朋友 其實他所有消化系統和免疫系統 其實一般比我們低很多 或者是弱很多 所以他們中毒 或者有其他身體不舒服的情況 的機會率就會比大人大很多 還有很少媽媽會特別想想 究竟是不是牛奶出事的呢 總是會覺得可能會不會是天氣不好 或者是受到其他感染 所以其實有知道究竟哪些牛奶是安全 對於不單止的大人 其實特別是小朋友 嬰幼兒特別開始有 由轉用母乳或者配方奶粉 轉去做牛奶 這一組的小朋友 其實特別需要關注的